作为香港顶级豪门,霍家是许多港姐一辈子也到达不了的终点,身材外貌皆不占优势的朱玲玲为何刚满二十岁就不费吹灰之力进入霍家,并获得了一千万的天价彩礼。 她有何底气敢于和霍家抗争,为何她能轻易在霍家全身而退,并如愿在知命之年嫁入香港另一个豪门呢?朱玲玲身上有太多迷,值得我们一探究竟,下面就让小鱼来给大家扒一扒这个神奇的女人吧。 1958年,朱玲玲出生在缅甸的一个华人富商家庭里,在她之上。 还有两个哥哥和姐姐,作为老妖,朱玲玲自然是家中宠,一大家子人视她如掌上明珠,捧在手心里怕碎了,含在嘴里怕化了,虽然她皮肤略黑,但棱角分明的五官和炯炯有神的眼睛还是让她成了远近闻名的小美人。 无心灾溜溜成音,朱玲玲没想到的是,她的无意之举竟直接改变了她之后的人生轨迹, 那年,站在赛香港小姐选拔大的赛场上,面对诗众多镜头,朱玲玲临危不乱,从容大方,身材匀称,巧目欠兮,美目盼兮的她闪闪发光。 在面对评委的提问时,她对答如流,妙语连珠,引得台下众人皆为她的财情折服,外貌娇好,双商在线,毫不意外。 朱玲玲一举两得,拿下了最上镜小姐和香港小姐两项大奖,首次成为史上双料冠军。 台上的朱玲玲展笑颜开,台下的霍振廷被迷得神魂颠倒,作为香港大富豪霍英东的嫡长子,从小众星捧月般长大,受紧拥戴。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天之骄子,也难逃朱玲玲的魅力。 于是,在颁奖典礼结束后,霍振廷就迫不及待几道被人群簇拥的朱玲玲跟前,为她送上一个花篮。 此举是何亿不用多说人精们也都明白,纷纷羡慕朱玲玲的好运。 可此时的朱玲玲只当她是一个仰慕自己的粉丝之一,并未多想什么。 次年,凭借最美港姐光环,朱玲玲也踏入了影视剧行列,她参演了人生中第一部影视剧《玛丽观七七》,彼时她芳华正茂,所有人都看好她, 都以为她会在演艺圈大展拳脚,闯出一片天地来。 但谁也没想到,她闯荡影视圈的起点是这部剧《终点》也同样是这部剧。 没错,朱玲玲只参演了这一部剧,就因意外终结了她的演艺生涯。 而这个意外就是霍振廷。 自从在港姐大赛上见过朱玲玲的风采后,霍振廷就失不知谓,夜不能寐,深受爱情折磨的她决定主动出击,拿下女神。 于是,在朱玲玲拍戏的片场,总能见到霍振廷。 有时,见不到霍振廷的人,但也能见到她送的花,霍振廷的穷追猛打并未让朱玲玲对她动心。 虽然她的财富常人无法超越,但朱玲玲自小家境有卧,所以对于财富的欲望并不是很强烈。 时间一长,她自然也对霍振廷生出了情愫。 就这样,二人在万众瞩目中确定了恋爱关系。 霍振廷终于守得云开见月明,生怕家人突然反悔,于是催促朱玲玲赶快见家长,二人好尽快成就好事。 可当朱玲玲对父母说了与霍振廷的情侣关系后,一向开明的父母却强烈反对他们交往。 在两位老人看来,霍振廷财大气粗,要什么女人没有,偏偏只看中了自家女儿,肯定是别有用心。 再说她比女儿大那么多,简直就是老牛吃嫩草嘛。 这让他们实在难以接受,朱玲玲眼见父母态度坚定,无法说服他们,只得将父母的担忧对霍振廷和盘托出。 霍振廷听闻,示意朱玲玲别担心,她会解决。 隔天,霍振廷就带着一大堆贵重礼物去了朱玲玲家,与朱父朱母促膝常谈,表达自己对朱玲玲的爱意和要娶她的决心。 朱父朱母眼见她态度诚恳,对女儿也真诚以待,就不再反对她们谈恋爱。 1978年9月25日,这天,相恋9个月的霍振廷与朱玲玲结束爱情短跑,踏进了婚姻的殿堂。 一个是香港顶级豪门贵公子,一个是一举夺得双料冠军大美人,二人郎才女貌。 她们的结合自然轰动了整个香港。 迎亲当天,大量的记者和市民涌现在她们结婚的酒店,都像一堵新婚夫妇的真言。 为了表达出对朱玲玲的重视,霍家光彩礼就送了一千万港币。 那个年代的香港,只需要两三毛钱就可以坐公交,一套房子也不过七八万。 所以一千万在当时无异于天文数字,更遑论霍家举办的喜宴有多么豪华了。 光每桌价值两千港币的宴席, 她们就摆了三百二十六桌,各界名流都争先恐后地为这对新人送上祝福。 朱玲玲当日所穿的婚纱也是独价定制。 价值高达五千美元,特意罗马专机运到香港。 总之,她们的婚礼概括下来就一个字,好。 因此,这场婚礼也被港媒称为世纪婚礼。 婚后,朱玲玲也彻底告别了演艺圈, 她的事业转移了阵地。 由于乐圈转向家庭,豪门,次年七月,她就诞下一名男婴, 公公霍英东喜不胜收,亲自为孙子起名霍启钢。 常言道,母平子贵,在霍家这样的豪门大族更慎。 一举得子的朱玲玲被霍家上下宠成了香波波, 一来伸手犯来张口。 孩子二十四小时,由保姆照料。 完全不用朱玲玲担心。 带孩子稍大些,霍家老夫人又全程负责起了孙子的事情, 无论是饮食还是学业, 皆不用朱玲玲费心。 朱玲玲虽享受着只生娃不用带的快感, 但同样也对不能完整陪伴儿子的成长深感遗憾。 1983年,朱玲玲又诞下次子霍启山, 她在霍家的地位愈发稳固, 公共霍英东对这个既得体又会生的儿媳非常满意。 所以在英国女王访问我国, 下榻霍家投资建设的酒店时, 霍英东不仅将霍振廷带去, 会见了英女王。 而且还让朱玲玲随行, 让她也一睹女王真容。 霍英东对儿媳的重视让所有人都很羡慕, 直言朱玲玲上辈子不知道做了什么好事, 这辈子才能嫁得这么好。 然而,婚姻就是冷暖自知, 悲喜自渡, 所有人都羡慕朱玲玲, 可朱玲玲本人却厌烦极了这种豪门生活。 世人都说, 一入豪门深四海, 虽然朱玲玲嫁入霍家后, 并没有那么多的勾心斗角, 但确确实实束缚了她。 作为海归, 朱玲玲标榜的就是新时代女性, 她崇尚自由, 渴望理解, 她喜欢跳舞。 旅行, 运动等充满活力的事物, 可家大业大的霍家怎会允许如此另类出现呢? 作为豪门掌席, 她不仅是朱玲玲, 更是霍家的门面, 每天必做的事就是学习豪门规矩, 陪丈夫应酬, 虽然每天见的人非富极贵, 吃的东西是山珍海味, 但还是填补不了朱玲玲内心的空虚。 她多次向霍振婷表示希望搬出去住, 呼吸新鲜空气, 可都遭到拒绝, 面对丈夫的不理解, 朱玲玲对婚姻倍感失望, 更令她匪夷所思的是, 作为霍振婷明媒正娶的妻子, 她想要佩戴霍家珠宝。 还得找管家登记, 朱玲玲感觉很可笑, 当时, 她以为嫁给了爱情, 没想到, 所谓的爱情在豪门显贵眼前什么都不是。 在得知丈夫不守规矩, 与一位播音员暧昧时, 朱玲玲无比愤怒, 对婚姻的忠诚是她的底线, 她去质问霍振婷, 可霍振婷却觉得她小题大做, 认为男人传点绯闻, 在所难免, 无可厚非, 面对油盐不尽的丈夫, 朱玲玲一怒之下, 就带着小儿子或几人搬出货宅。 此等新闻, 自然很快登上香港报纸, 为了霍家颜面, 也为了霍振婷前途, 霍迎东亲自出面。 劝说朱玲玲回家, 朱玲玲看在公公的面子上, 又搬回了霍家大宅, 只不过, 她与霍振婷的婚姻已经名存失望, 本以为两人就这样貌合神离的过日子, 可朱玲玲没想到霍振婷连最后的体面都不给她留, 在朱玲玲搬回去没多久, 霍振婷就与内地女主持人侯玉婷的绯闻甚嚣尘上。 这次朱玲玲决定不再隐忍, 果断选择离开她, 2005年, 她们正式宣布离婚, 值得一提的事, 或震停虽是过错方, 但朱玲玲却净身出户, 未带走货家一分财产。 朱玲玲的洒脱让所有人都瞠目皆舍。 很多人为她感到不值, 就在所有人都为她打抱不平时, 又一爆炸性新闻出现, 她与香港另一位大亨罗康瑞牵手成功, 二人仿如情侣一般, 做着大多数人会做的事, 牵手逛街, 吃街边美食, 看电影等。 与罗康瑞在一起的每时每刻, 朱玲玲脸上都洋溢着灿烂真诚的笑容, 仿佛她又找回了年轻时的自己。 2008年将末, 50岁的朱玲玲与大她10岁的罗康瑞低调举行了婚礼, 虽然二人的子女均未到现场, 但前夫霍振婷却为朱玲玲送上了一句Good luck。 作为对她的祝福, 二人多年的相爱相杀, 也终于在这句祝福语中落下帷幕。 当初, 霍振婷为娶朱玲玲献上了一千万的天价彩礼, 如今, 罗康瑞迎娶了朱玲玲, 也将自己一半资产转到她名下, 不得不说, 朱玲玲天生就是富贵命。 这样的好运不是所有人都能遇到的, 可同样, 朱玲玲的魄力也不是所有人都拥有的。 2006年, 霍英东逝世, 与霍振婷闹得那般难看最终以离婚收场的朱玲玲, 不惧外人风言风语, 以半个霍家人的身份出席了钱公公的葬礼。 试问, 谁能拒绝这样有魅力又豁达的女人呢?